2017年世兵赛单向赛本月29号就将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展开了 今天要说的是中国南平的希望之星樊振东 4月中旬的无锡亚锦赛 樊振东在队友们失守的情况下守住自己这条线 直到最后击败了韩国队员丁祥恩夺冠 这样的成绩让教练组对他充满了信心 而在之后的封闭训练当中 樊振东并没有丝毫的放松 他练得比谁都狠 他练得比谁都狠 看了啊 真能做的 真能做的 你能做的吗 你能做的吗 他在巴比岸 你要不是做一个这个伏家动作紧张了 你就巴比岸了 不可思议的时候 就这么大的认识率 对不对 就这么大 这么大的认识率 而且必须逼着你拉的最难脚 最难的这个一个脚 一样都做了自己的 这个这么大的就来 你一样往哪拉不去 这训练的时候就是最高难 就来要求你 带着这种地形关键 特别叫最后一个的 连续两个 虽然说7比3 但是你最后一个绝扎没拉的 绝扎就是10比9的球 拉上这个个格局 8比2 来 再来一次 这次我估计你有很多分 你给他录啊 10个还是10个啊 那你就听着对话啊 他从你这打过啊 去中央电视台给你压力了 还是我发的电视台 你看从7比3到3比7 这都有可能 你心态好的时候 照待好的时候 你拉到7比3 你觉得挺容易 那一旦换一个人 换一个节奏 他有这方面 他多少花下 就有点干扰 是不是 多少就有点干扰 这会儿说 就是抗干扰 这种训练 不管什么样 就是外边造衣再大 旁边球员再大 再乱 再有这种东西 你就是 专心日清 好物 只有这么大 抬手就有 不动了 心里一虚 你犹豫 都肯定跑 再来一次 作为我这个年龄 可能更应该就是 在封闭训练中 练足 去吃饱吃足吧 所以我觉得 在平时也是希望 自己能够尽量 多练到接近比赛的 那种强度啊 所以在比赛中 可能才会尽量 去不走行 然后不去变形 除了练球技 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也是每天 必须完成的功课 杜塞尔多夫市拼赛 是19岁的 樊振东 第三次参加 单向世锦赛 作为四名绝对主力之一 他可能是其中 最渴望夺冠的队员 这是新奥运周期 第一个大赛 小胖觉得 在大家非常关注的情况下 击败所有对手夺冠 才叫挑战 他很兴奋 也很期待 其实等来的东西 觉得就没有那么 就是真正到手的时候 没有那种喜悦感 会没有那么强 但我觉得如果 真正能够成为他们的对手 然后去战胜他们 这样对自己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关注着樊振东的成长过程 他有成绩 也有挫折 他心怀着梦想 他一直在努力 其实我们大家也都和樊振东一样 在等待着他爆发的那一天 要是记者 深圳报道